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反而被夸佛心了 本来嫌i10s Max贵的人 现在都改扣说 要价4万多元 根本就不算贵啦 我们在这里 在这个地方 在这个天 为了明显的资源 将在接下来的资源 将在接下来的资源 苹果为了抢到更多高阶客群 来抵消整体销量下滑的利润损失 其实从2017年开始 就着手调整iPhone的定价策略 只是这越卖越贵 让买器不增反减 连死终的果粉都无法接受了 让2018年度iPhone销售动能 开始停滞不前 因为面对竞争对手 推出和iPhone类似的手机 价格却只要三分之一 苹果当然渐渐失去人心 现在只能透过促销 来拉抬竞争力 面对三星华为最新的折叠手机 采用高定价 卖创新来豪赌高阶市场 能否成功打开消费浪潮 还是要回头看这黑歌技 到底能有多诱人了